就那个车好像就是我们俩的一个 见证 一个私密的一个空间 然后车里面那时候我放的还是CD 它有一首歌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我们两个坐在那个车里 终于有一个瞬间 就说我们好像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 然后有一个停顿 有一个沉默 然后突然外头开始下雨 然后我们坐在车里听那个看那个雨 刮过那个挡风玻璃 这时候看那首歌就特别适时地就想起来了 他说除了风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吹动这个树梢 除了这个雨水 没有什么能够淋湿大地 那个时候就觉得怎么就特别美好 特别硬景 特别有这个叫诗情画意 氛围来了 我觉得那个爱情啊 就感情啊 就受这种东西的滋长 好像那个情感的那个苗啊 就噌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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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往外涨 我能懂那种微妙的那种感觉 那个感情那个激情 真正的那个爱情到来的时候呢 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一下变得就那么美好 好像用那个最新鲜的那个颜料 把这个世界整个儿重新刷了一遍 然后 然后那个声音也变得都特别好听 那个风声 那个雨声 所有的那个汽车的那个轰鸣声 然后那个窗外 窗外的那个景致 都变得都特别可爱 这一切好像都是演给我们俩看的 那是我们的伊甸园 我觉得就是那个情感迸发的那些瞬间 它那些瞬间使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度过无数个那种 特别平淡的夜晚 平庸的那个生活 它点亮你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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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